上游下游的关系 这位先生的胆筋在这边的渊溢跟折筋 再来 尤其是日月穴有重伤 因为他的胆筋上游不通 所以我现在花的重大功夫去解通他的上游 他自然会带动胆筋下游 这个我们看看这位先生在膝盖旁边的 这个叫做西阳关 这个叫做阳灵拳 我点他的上面 他会自动要去打 这是人体的一个气场反应 我做开胆筋的上游 这是胆筋的第22血 渊溢23折筋 日月 它这边一的太重了 所以我把它的上游打开 它就自然带动了 往下 这边还有筋门 代脉 五书 围到 居聊 环跳 下来 这边还有大腿的伤 大腿骨骨头 这个叫做风式穴 这叫做中毒穴子 接着我就可以做他的西阳关 跟阳灵拳下去 接着他的胆筋就会好做 胆筋下去 这边有 阳焦 外秋 光明 阳辅 下来 这是一个怀关节的关键穴位 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个关键穴位是胆筋小腿断的最后一个 叫做玄宗穴 玄宗冲下去以后 这边有秋须 然后相对应边 玄宗的对面 这边有离沟 这边有中风 这四个穴点如果打开来 这个怀关节就好解了 那剩下呢 这位先生 做过几次以后 他的很多很多的伤 都已经浮到表面上来了 这些都已经很容易做开了 不过胆筋要下 他后面的膀胱筋要先走 前面的胃筋要先走 胃筋能下 膀胱筋能下 中间的胆筋才会下 所以今天录到的 也刚刚好是两大重点 有关胆筋 一个是上游 卡下游 来看看 已经开始自动会去打 看到吗 我顺带也讲说 胆筋跟前胃后膀胱的关系 前面的胃筋通 后面的膀胱筋通 中间的胆筋才会比较通 看看 现在的动作也是一个很类似的情形 当我在按着后面的膀胱筋的时候 看到吗 他的膝盖 他的脚趾就很自然的要去疏通 膀胱筋跟胃筋 这个后面是膀胱筋 前面是胃筋 都是出现一个很自动的自我疗愈机制 这些东西最可贵 你自然而然会想要去做自我疗愈 你看看现在他的脚 现在踩的是后面是膀胱 这是胃筋 中间是胆筋 我在努力帮他做看他的上游 前面的胃 后面的膀胱 中间的胆 胃筋下 膀胱筋下 胆筋下 他会带动他的 像这里前面是胃筋下 后面是膀胱筋下 中间胆筋下 很自然的 就会出现这种自我疗愈机制 当他的上游下游逐渐动了 听到吗 他的膝关节也开始出现 矮脱起于了 关节囊的压迫的声音出来了 来看看这个膝盖的声音越来越轻松 好 谢谢 我来自然的胸筋下认为 胃筋下 在胸筋下自然的胸筋下 这个股脏之后 胸筋下 睡前是这里早点的胸筋下 均发一下 胸筋下的胸筋下